欢迎回到第四章第四节的Apple Deck 今集我们就继续探讨这个routing 就会讲解getmethod,postmethod和ajax分别如何处理 但开始之前就想介绍一下我们在slack上面的channel slack就是一个新的聊天工具 就是给一些团体开发的时候来用 因为它是想取代email的关系 它就可以很容易在上面可以upload一些file 和可以share一些code,也可以很方便的聊天 就很方便我们Apple Deck和其他subscribers之间去交流 其实有几个subscribers就已经sign up了我们slack的service 除了帮大家看一下code之外也可以上来吹一下水 或者左手边我们就有个technews的channel 有时我就会share一些新闻给大家 这个slack的channel就是免费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sign up的话就可以去这个send phone email 去到app2duckatgmail.com 告诉我们你究竟是学到哪一个level 我们就会尽快send invitation给你 上一集讲到routing的时候我们右手边这个就是我们的server side 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app.get这个就是用一个get method 然后这个就是一条route就是一个路径 就是我们的浏览器探访一个路径的时候 我们的侍服器端就知道浏览器究竟现在是探访哪个路径 就可以相对地传回一些资料或者一个file过去给它 所以同一个道理如果你是想send不同的分页呢 最简单最直接的做法就是send不同的file 比如我在header那里很多时候有个navigation bar 我就打nav 比如可能有分别有两个选择这样 一个就是home 另一个可能是about 比如我在这里下面就写this is home save 然后我再写一个新的htmlfile就是about 所以about.htmlfile就是有这一句this is about page 和index.htmlfile就是this is home 那很简单其实直接用ahref去探访一个路径 就可以直接做到和伺服器端沟通这个效果 比如在home这个位置你打a和href 然后是打a和href 我们想探访的地方 比如我们可以叫做home 而下面呢就是用回slash about node 那我们可以把这两行抄过去另一边 save 那之后你就可以在右手边就是我们node.js的file里寫app.get 比如在home的话呢就是function request response res.sendfile dir name plus index.html 而另一个呢 就是探访去about的时候 就送回about.html 那我们就可以delete上面这个是我们上一堂留下的main 而最上这里是一个slash 就是我们可以当是home page的时候 也都可以把它其实可以改成是redirect res.redirect 那把它转移到另一条路径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转移成home save 那就是说当我们探访去最基本的那个网站 的这条路径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把我们转去home这条路径 那就是home这个路径呢就可以接收回这一份file 我们现在就可以测试一下 那就是node.app.enter 接着呢去我们的伺服器 那你见到有home和about 你clickhome就是home 那就是about 那就是about 那你再探访一次的时候呢 你见到enter的时候是上面是没有home 但其实它已经是redirect 所以我们去home这个位置 那你再一次clickhome的时候呢 它就会直接探访一个home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一堂写上去这一堂 就不用redirect 也不用home 直接用slash 那也可以 那好吧 那你会问 为什么我们那条路径里面 是没有一个.html file做结尾 那比如 那比如 那比如可能你平时在你的folder 就是你local上面的folder 是会有一些file的名字做结尾 又或者是比如好像我们appappduck.com 那样呢 也都会是一个index.html结尾 分别在哪里 分别就是我们appappduck这个伺服器呢 就其实很简单 是没什么怎样写到 backend就是一个information page 那所以其实它的file呢 是based on 它的文件夹的位置 调回我们localhost的做法呢 就是它探访一条特定的路径 而之后在我的surface side呢 就会透过知道它探访哪一条路径 就会重组一些资源给它 而不是直接由它探访去改一个folder 而我们这个这样的做法呢 就是较为现代小型的做法 和有三个好处 第一就是说 在appappduck的做法呢 因为我们是根据伺服器上面的file 和folder的摆法去做 那可能其他人就可以透过试不同的路径 就可以得到我们其他可能未想公开住 或者较为私人的资料 那很多时候 譬如日本的游戏那方面 那些游戏开发商公布了某些消息 但是都未公布了所有东西的时候呢 就很多发销又很喜欢上去的网站 然后click进去不同的route 就是打不同的route 进去就试一下可不可以拿到更多的资料出来 那也都是很多时候呢 为什么那些资料会洩漏出来呢 就是这样的原因 而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 如果你的路径是一些形容性的字眼 比如home啊 或者about 就是home是代表 就是home page 而about是代表about page的话呢 那你google的搜索引擎呢 就会将你这一页 在搜索结果的排行榜 就会放得高一点 那我们俗称叫做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的原因 那当然帮助未必说会很大 但是不少都会影响它的algorithm 计算的结果 而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当你做一个我们叫做restful application 那我稍后会解释什么叫restful application 但是简单来说 就是当我们的客户端和伺服器端 溝通的时候呢 那它就因为是用这些 这样的route去溝通 那变成了一些简单点 有代表性或者是形容性的词眼呢 那我们就可以容易一点 记得是哪一个route 哪一个route 哪一个route 和究竟这一条route 是在做什么 比如好像我们这个home呢 就是在send index.html 就是home page 而abouts就是在send abouts.html 那我们迟些要做大量的 产生资料 读取资料 delete资料 和更新资料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一个 我们叫做crud crud operation 就是create read update update 和delete 那我们也会在这一堂的实例示范 就做一个 就用firebase去做一个crud的operation 那但我们现在呢 就会讲解这个get method 和post method是如何处理 那假设我们在index.html 里面有一张form 可以做form 之后在里面呢 就是有两个input type 是等于text 另一个input 亦当它是一个text name 是country 这样 那最后就可以加上这个button 给它 那这个button就是 type type 是submit 那因为我们就不用click 就用submit 那呢 那我们就不需要打onclick 然后trigger一个function 那这次呢 那我们就有自己的server side的关系呢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form里面 那我们打method 等于是get 那就代表我们这个form 是用get method 去submit这个information 然后呢 旁边要打一个就是action action action就是探访的路径 那我们就探访 譬如是send form 这样 而右手边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路径 就是接收我们的form的资料 就是app.get 因为我们这个是用get method的关系呢 就是app.get 然后呢 就是接收send form这一边 接着是function request response 那我就现在不send一个response过去 但是最好呢 就每次都要send一个response 如果你的website呢 就会 就会停了去到 不知道load去哪一个路径 因为每一个send出来的request 都应该接收回一个response 但是我现在呢 就直接console.log了request 想让你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save 所以呢就reload theserver reload 就在我们的form里面就打 譬如是phoenix和是china 那跟着submit 那你见到就好像我们这样说 因为没有response的关系 那它就一到时 一直不停load 就没有任何的 接收不到任何的response 但是去到我们的terminal的话呢 你会见到我们就console.log了整个request 那里面有很多information 那我们只需要的呢 其实就是下面这里写着 query这里呢 就已经写了 bike 是等于phoenix country 是等于china 那我们的bike呢 就其实我们的form里面 那么我们将这个name 是改成bike 而另一个呢 就是改成country 就是这里country 所以它这两个field 接收的两个input 就是phoenix和china 那就是request里面的query 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两样东西 那所以这个做法呢 就其实是request.query.bike 就可以知道是phoenix 而request.query.country 就可以知道是china 那我们可以试一次 就是在这里 就 response 那就send request.query.bike 就加 譬如可能是 slash slash 这样隔开它先 request.query.country save 然后reload我们的server 我们就出回去之前的路径 那跟著呢 譬如我們今次打Dragon和Germany 然後submit 你見到他們send回來的 就收到Dragon和Germany 就是我們想要的效果 你也看到路徑上面 它寫著一個問號 問號就是隔開query bike等於Dragon and country等於Germany 你很清楚看到 其實get method 就是透過在路徑上 去索取一些資料 所以我之前就說 如果你是用Firebase 去註冊一個用戶的時候 就要用post method 而不是用get method 因為get method 就會在路徑上顯示到的資料 如果有密碼的話 你就不想在路徑上顯示了整個密碼出來 我們現在就做了 post method post method 很簡單 就是把method 這裡轉成 post 就是save了html那邊 就是這麼簡單的html form 就是把method 由gap改成post 但我們serve在那邊 就要做一件事 就要下載一件事 叫做bodyposit npm install body-posit 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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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 enter 我們下載的這個module 其實是一個middleware 它就會幫我們在post method 裡面拿回資料出來 而另外我想下載一件事 就是方便我們 就是直接打npm install node mod node 就是當它detect到我們的server site 是有update過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我們reload 所以我們每一次就要 暫停server 然後再重新運作 這樣 但是呢 node mon的話 你就要先打 dash dash save 下載了先 然後再打 npm install node mon dash g 之前就說過dash g的意思 就是可以直接在terminal上面run這個module 因為我們要直接打node mon 才可以用到node mon這件事 但如果好像這樣fail了的話 你就要打sudo sudo 跟著npm install node mon dash g 因為可能我不夠權限去做這個 install globally Enter 要打我們的password 就可以繼續下載了 下載完body pause 和node mon之後呢 就在右手邊 我們的app.js裡面 就直接打variable body 那pause的p呢 就是用大階 因為我們的variable 就不用 hyphen 的 所以呢 parser 等於 require body 這裡呢 就有一個hyphen parser 分號 然後呢 就在我們的express.setting 這個middleware的下面 再用另一個middleware 對 由於我自己都不太記得那一句是怎樣打呢 所以我們隨時可以回到npm的社群上面的developer guide 就是npm body parser 我們search這個app.use就是middleware的指令啦 你看到呢 直接有兩句 可以抄回這兩句就可以了 所以呢 就是一個是這樣 而另一個呢 就是這一行 你看到的分別呢 其實一個是 一個是json 而另一個呢 就是url encoded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就回到我們的code裡面 就在send form這裡 首先呢 就將get這裡 轉成是post 那就代表我們要用那個post的method 然後呢 rest.send 我們可以delete了整句 重新寫一次 然後我打 rest.send 那這次呢 就不是request.query 而是request.body 但是一樣是用回byte 加 slash slash 就加request.body.country 那也都見到其實那個分別呢 就是get method 我們是用query 而post method呢 我們就是用body 但是呢 就要加一個bodyposit 還有要加一個middleware 給它 這樣呢就可以拿到一些information出來 加回這個分號 save 那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用node1 去那一次 node1呢 就打node1 space 就是app 打.js 就會自動知道它是.js的file 那就enter 那我們這次file了的原因呢 就是我們的bodyposit 上面是打多了一個e 所以可以delete 那個e save 那麼我們的server呢 就在我不需要做任何更 不需要暫停它的情況下 它就會自動幫我reload 所以node1 在你寫的server的時候呢 就是一個很好的幫手 然後呢 就reload回我們的page 現在我們就打 ghost england submit 那麼你看到呢 也都是sang form 但是這次呢 沒有個query在下面 因為我們用個post method 而這裡呢 就是ghost slash slash england 就代表我們這個post method 是成功了 那本來呢 那本來呢 我就打算在這一堂 講解埋AJAX 那發現這一堂 已經錄了差不多20分鐘了 所以我們下一堂呢 會繼續講解埋AJAX 那我們下一堂再見 我們下一堂再見